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美系动漫改编成游戏已不算罕见 前几日又一款改编游戏登场 不知道是否会符合粉丝的期待呢 迪士尼 近之守护者 游戏于6月23号进行全球公测 开发商是韩国网石集团旗下的北美子公司 Kabangans 这间公司还有出品过两款知名IP改编的游戏 2014年的Marvel 超级争霸战 2016年的 变形金刚之永断为战 而这次是改编迪士尼以及皮克斯相关的动画系列 游戏玩法是ARPG集合卡牌养成 3D建模方面不得不说美术还挺给力的 在还原度上非常高真的是出乎我意外 我原本还以为又要被林牙制裁了 而看到几个熟悉的惊人角色 整个童年回忆都涌上来了 界面上可能是考虑叮嚀市场 做的挺朴实的也没什么打击感 而操作也很简化 只有普攻技能闪躲三项 而且敌方的闪避警示时间非常的长 只要你不要太坐实都能闪避 我们可以最多派三个人上场 主要分成坦打手支援的职业设定 还有其他各项不同的特质 或许存在客制关系 但我在游戏中没有找到相关说明 后期也有给懒人党的AI挂机操作 设计的也还不错不会摆烂发呆 只要战力没差太多的情况下都能随便过 但卡关的速度也很快就会来到 而整体玩法上该说是非常单调 或者是没特色 主线都是固定一个关卡内有三个回合 敌人是随机的魔化阵反派 关卡难度就是单纯的数字堆叠 不会有机关的变化或者什么战略性 就是升级硬打就对了 角色培养难度偏高 很快就会卡升级支援 素材关卡给的也不多 有时候可能要过好几关才能够升一级 如果前期都那么卡资源后期真的是不敢想象了 而客经典这我真的不得不吐槽了 真的不愧是 往时出品必属精品 根本是二之国的翻版啊 首先限定池没有保底机制 4-5星的出货率又很低 这个抽的金球相当于1-1的台币 当然你买越多会有额外的回馈 简单来说 10抽约台币2800上下 我是觉得定价太高了 不过如果你愿意玩个信仰就花下去吧 如果不想赌的话 还有贴心的为玩家准备几种礼包 让你能直接买到部分角色 马上开局就强人一等 另外就不说满满的课金礼包了 而无可能获取的支援其实非常有限 另外常常过一个环节 就会弹出一个广告来温馨提醒你 然后这个初始界面的角色 你以为是我设定的吗 不 是游戏它随机轮放的 而点进去就会引导到课金界面 结论 灵魂限制了你的自由 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 满满的含金亮手游 极不推荐一般玩家陆坑 真的喜欢皮克斯或者迪士尼动画系列 不如买几尊公仔放在家里还比较实际 每天看了也开心 也不用担心哪一天会突然消失 未来还有升职的可能 迪士尼相关联动游戏其实很常见 也诞生不少有趣的作品 但未来这种商人把童年的回忆 踩在脚底下的游戏 应该也是会越来越多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冰德 我们下次见 拜拜